今年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报考大陆高校可以通过三个渠道 一是参加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考试 二是凭台湾学测、统测或分科测验成绩报考大陆高校 三是参加济南大学、华侨大学和福建八所高校的单独对台招生项目 其中普通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考试 报名时间是3月1号至15号 台湾高中毕业生可登陆全国连招管理系统考生端网站报名 学测考生可于今年3月1号至15号登陆大陆普通高校 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系统网站 报考大陆423所高校 今年学测成绩是多少分 自2月27号台湾学测成绩放榜以来 厦门大学招生与考试办公室的坐机就响个不停 工作人员接到不少台湾学生和家长的咨询电话 网校2024年计划一级台湾学测成绩 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70名 网校一级在3月中旬主持对台招生的线上宣讲会 网校绝大部分的专业都有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 经济管理化学生物等传统优势学科 都有面向台湾高中毕业生开放 据介绍厦门大学2024年除了依据台湾学测成绩 录取高中毕业生还将依据台湾分科测验成绩 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30名 报名标准均与2023年一致 此外 厦门大学2024年华侨港澳台全国连招招生计划100人 其中文科40名 理科60名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台湾学生 厦门大学专门开设了入学手续办理的绿色通道 还提供相关的补助金申请 奖学金方面 台湾学生除可申请教育部福建省设立的专项奖学金 以及台湾学生保纲奖学金外 还可与大陆同学一样参加面向全校学生的校级奖学金评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